系纸的宝藏公园是附近居民运动休闲的好地方 不过因为系纸多余 当时做的凉亭木栈道 木头都出现了腐蚀的状况 底下的木栈道也都出现塌陷的情形 所以公所这几天也经常整修 重铺地砖还有洗石子 完工之后也让宝藏公园有新风芒 就在长新街旁的这处宝藏公园 平时都有民众到这里乘凉散散步 或是带小孩来玩游乐设施 不过可以看到入口处 是一个长行的凉亭木栈道 时间一久再加上洗子多余 木头都出现损坏的情况 高地落差推轮椅也不方便 本来我们这里都是一些 它会比暗头 上面用房子就做造型 不过我们这里收起火水比较厚 久来房子都熬去 房子熬去我们一些老人坐轮椅 在经过地方反应之后 公所在这几天也经常整修 将木栈道的木头全都拆了 要重新灌上水泥 上面会再重新铺砖 至于出入口 则是会和目前公园空地一样用洗石子 已经接近完工 他们现在先登没 登好之后再加上剃房子 剃房子用好之后再冠井 证冠好之后再加水酒就很防火 我们这里一般现在这个工 这些运动工就熟悉 都我们一般这些扶坑 一些节红役的人 还有外劳 他們要送他們來這裡都是他們來這麼多 這裡有時候到阿波時期 都好像有十多個 一二十個一個這裡開港 良姐木炭檔有一點損毀 就是有一點落差 那我們今年度 就以開口合約來做一些改善 那這幾天正在試做 那我們也會儘快的把它完成 以及提供給民眾來做使用 上星期開始施工 11號早上進入收尾階段 再鋪上洗石子就可以完工 不但讓民眾運動休閒更方便 也讓寶藏公園有全新風貌 這場慧玲細紙採訪報導